秃头一声此时还在警察局被拘警 不过虽然他被限制行动 但整个人还是很亢奋 他问是不是已经开打了 这边的警备力量都少了 肯定是打起来了 而他现在最期待的种子就是秃皮 11年前等是姚约安德瓦放假的时候 到赖古都约来看他的训练成果 那天他在约定的地方等到天黑 都没有等到父亲的到来 由于刚掌握力量还没学会如何控制 所以他被自己放置的大火阴没 他在火海中翻滚哭喊 那时候他多想父亲来看看自己的活力 如果父亲来了的话 就算发生意外 他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等是全身布满火焰 在最后关头跳进河里灭火 他身体大部分被烧成碳 不过他还没有死 这时欧勒夫安出现在在他身后 欧勒夫安将他带去了一座孤儿院 这里的孩子都亲戚的称呼他为滩水军 等时问他们这里是哪里 才发现自己声音变了 孩子们把这称之为家 他们说等时已经在这睡了三年了 等时感觉天都塌了 这么一下就三年过去了 他想回去 但向日可以人拦住他 不让他回去 还邀请他成为新的家人 等时欣喜家人迫不及待想回家 他虽然想到了一些可能 但嘴上还是说 父亲可能只是忙着工作 没时间来找自己 想到自己之前做过的事 等时想尽快回去跟父母道歉 然后让父亲认可自己 欧勒夫安告诉他 想修复这具烧死的身体非常困难 缺少的部分是用再生组织来补足的 虽然脸全变样了 但是你还是活了下来 你已经无法发挥出以前的力量了 各个器官的损伤 痛感等骨感都在动画 简单说 你的身体十分虚弱 已经回不到从前那样了 我们也想迎接全胜状态的你 我们尽力了 但是很遗憾 等时痛心疾首 也就是说 自己真正成了失败品 这下还有什么 能让父亲高看自己一眼呢 不过获取力量 还有别的途径 等时有点生气 他可没有要从别人那里 收家的打算 土头医生他们 也试过一些方式引导等时 但他的性格已经成熟 无法改变 就连那个能支配一切的男人 都没法动摇 推到安德瓦的执着 所以他们把灯饰 当作丝饼木钓的保险 等丝饼木钓 有个万一时 能拿来当备用容器 听到土头医生说这些 心性警卫才知道 这件事严重了 而土头医生表示 自己只是想提个醒 土皮是活在他们认知范围外的存在 当初他们放任灯饰自由活动 是因为他们以为 他的身体撑不过一个月 但没想到 他不仅活了下来 还变成了土皮 土皮知道这伙人打算用他做什么 但是他不在乎 他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这里正好是个适合办葬礼 只是看一眼他的眼神 土头医生便明白了 那具临近死气的肉体 也仅仅只是因为那怨恨之火 才得以流存到人间 土皮其实曾经回到家里过一次 虽然他比以前弱了很多 而且那里也没什么好值得他期待的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回去了 他希望安德瓦能有所改变 希望能看到 自己诞生在这世上的意义 但是时隔三年 家里除了少了一个他 其他的都一成不变 他彻底清醒 自己是毫无意义的失败作 对于这个家而言 自己已经是过去世了 之后 他便已知之力于锻炼火焰 因为他不想 带着弱化的火焰跟他见面 这么说 大家就明白了 土皮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下去 这股邪念远比生死更可怕 连长生不老的欧罗弗万 都无法持有那一心向死的热量 就连魔王都放弃了偏执狂的死炎 再次燃烧起来了 安德瓦的必杀技 核酌热泉 是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热量 将其积累到极限 在一口气放出的技能 安德瓦年轻时 就能将这个必杀技 发挥到极致 而在对胜利和极限 极度向往的火焰中 心态也开始扭曲了 土皮一脸嬉笑 火焰温度猛然窜声 让红胶洞有些紧张 往外冒到火苗 将它们团团围住 土皮全身满营出更高温度的火焰 红胶洞知道 比温度提升速度 自己没什么胜算 但现在这情况 只能由自己来解决 土皮就调感到 父亲不在 你就是最好不够的燃料 变得迟钝的身体 让他摆脱了此生的极限 在边看边模仿 让自己成为专攻输出的特化型 他在手心急需热量 火焰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点 不断地向外喷涌 蹦射出滚烫的火焰 忽然 一张火焰之城的大网 朝一行人飞来 红胶洞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助手们的帮助下 他快速朝土皮猛冲 但土皮反应敏捷 躲开了他的重逢 甚至闪身追上飞远的红胶洞 狠狠地揍了他一拳 土皮的呵斥一波接着一波 明明拥有最棒的环境 和最优秀的身体 却还是要靠别人 明明出生起又拥有了一切 却没有想要成为那个人 这样的红胶洞在他眼里 就是个晃晃荡荡半吊子的人偶 土皮对着半空中的红胶洞 又一次出拳怒吼道 你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的 红胶洞被走飞到对面楼的墙上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但他没有就此断气 他承认土皮说的有道理 自己是个始终都在迷茫的半吊子 但他也很高兴 原来哥哥眼里不只有父亲 还有自己 土皮发现 手上的热量被削脚了很多 看来是被红胶洞的冰冻中和了 红胶洞熟心蓄力准备发出大招 为了追上大家 他当然也进行了严格训练 并练成了这个招式 这个贺卓是在原先的基础上改造的 是专门为了阻止土皮而磨脸的招式 当时他主动向安德瓦提出 要与土皮对战 虽然安德瓦让他慎重考虑 但他心意已决 他认为自己来对付土皮就够了 他想告诉灯师哥 老板的脑袋确实有问题 轰家也真的很烂 但是去烧别人 却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红胶洞很清楚 土皮是轰家的原嘴 但如果自己想要抵达心中的目的地 那他是自己必无可避的一官 为此 他准备了用来跨越这道高强的招式 出征前 红胶洞向大家展示了这个新招式 这一招 看起来和贺卓热拳非常相似 但大有不同 阿明上前出了出红胶洞的火焰 乐呵呵的说 就算出这里 也不会感觉到烫哦 红胶洞解释 要一直维持这个样子很难 不一会儿就会恢复原装 所以他还在摸索中 这招以心脏为中心 将合着的奥义 以半冷和半燃的形式同时释放 热的血和冷的血在体内循环 互相补充以求稳定 这样 热量和冷气混合在一起 就像是冰冷的火焰一样 安德娃为了给身体降温 一直渴求冷的个性 而自己需要反击道而行之 他现在想明白了 诞生在那个家的意义 就是为了让自己肯定自己 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 由这样的成长和认识 他必须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绿谷 至于红家和土皮的姻缘 他必须在这里做个了结 红胶洞放出大片冰冷的火焰 对冲土皮滚烫的火焰 冷热火焰交替 土皮的火焰很快就输了气势 他明白了 红胶洞有能承受这样高温的身体 以及能让自己火焰冷却的力量 怪不得会来跟自己兑现 简直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自己的对手了 不过就算是有着相同血脉的兄弟 也是有明显差别的 他和红胶洞选择的是 两条平行线 多说无疑 土皮放出大密集火焰 将红胶洞和助手们团团围住 烈焰熏考对助手们而言是巨大的考验 土皮只是扩张火焰 女助手就先倒下了 这可是连自己都会被灼上的高温 助手们竟然是这样毫无防护的抵抗着 这让他万分感动 从前他因为纠结血缘和家庭 一个人独自一条路走到黑 可后来发现自己想错了 大家没有远离自己 反而总是一直都在身边 他才不会如土皮说的那样 和他永远不相交 即便用尽各种强硬的手段 他也要做到相交 土皮放出更强劲的火焰抵抗 而红胶洞不断继续和压缩力量 在壮阔的火海中 他猛的冲向土皮 一拳落在了他的腹部 这是他的心比杀机 打冰还笑 铺天盖进的冰封之后 火焰全部熄灭了 土皮却两眼翻白 不省人事 这场兄弟之间的战争 以轰胶洞的胜利收尾了